第八题,丁丁进行水溶液导电测试,请问下列哪一组水溶液可以导电? 我们的乙是浙糖,我们的饼是酒精,这两个是老师上课要同学背过的,会溶于水,但是因为不解离,所以不会导电,所以乙饼都是不导电的。 而我们的甲是氯化钠是盐类,我们的丁浓硫酸是酸,那么这个盐跟酸是电解质,水溶液会导电,所以我们的甲丁可以导电。 第八题问我们说,请问下列哪一组水溶液可以导电?我们答案选择是A甲丁。